我跟大家報告 我也是新北市議員 我正式會把這次案子檢舉給衛福部跟新北市衛生局 據名檢舉 如果你不處理 我一定送監察院 罰個錢倒個欠有這麼難嗎 侯友宜就硬拗到底嘛 來我們來看 侯友宜最後處理方式是什麼 競選辦公室第一時間不回應 到了今天知道事情大條了 有違法了 第一跳出來講說 啊 我們虛心檢討 但我跟大家報告 大劫罵人 小項道歉 他在講完說我虛心檢討後 發了一個幾百支的新聞稿 通篇在罵賴清德 他說那你用一樣的標準去看賴清德 那他也沒有同理心啊 左大廷你們的標準要叫賴清德退選啊 你搞什麼東西啊 你這件事情你就是跟你退一萬步講 何友宜就跟大家講我小編貼錯了 我們不會再犯就好了 你在扯什麼鬼啊 所以勇哥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是荒謬之己 我們我們會繼續追啊 這件事情一定要 何友宜一定要道歉 不然你真的沒有資格選這個總統 因為我認為新北市衛生局的 這種聲明 如果不處罰的話 是獨職 而且有沒有圖利 他知道該開單不開單 曾經有警察這樣子被檢察官起訴 我們要投給一個跟自己一樣好的人 如果有一個候選人 他已經宣稱他要當總統很久了 步履滿山的爬到今天 順序有39天 但你發現 他的人格操守 他的公民素養 低於我們一般國民的素質標準 非常非常多 你要不要投給他 這就是最好的示範 各位 病人的人格權 病人的所有權益 我們要跟他尊重 要給他保障 寫在哪裡 精神衛生法37條 而且 以台灣 國家進步的狀況 人民的教育水平 不用定37條 我們也知道 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 25年前的事件 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25年來 台灣進步了很多很多 但這個候選人 這個團隊 竟然停留在25年前 做出所有大家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39條說什麼 他說如果沒有經過病人同意 錄音 錄影 攝影都是不可以的 還有 不能夠報導他的姓名或住居所 這樣還不夠清楚嗎 所以我記得在醫院的時候 有時候病人的家屬 在治療什麼樣 要照個像或什麼 那個護士都會講 我們的護理師都會講 不可以有 不可以有 這病人的遺失 有沒有 甚至 各位 台灣進步到什麼狀況 甚至有些時候 很多的公益團體 他們在做公益活動 在幫助小朋友的時候 他如果拍到 還要把他的臉 把他模糊化 為什麼 因為你要幫助他 但是你要保障他的人格權 他的合法權益 不是因為你捐了一些錢 你就可以說讓他來成就你的榮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我覺得現在最大政野黨犯一個問題是 他們常常在程序上面去跟他爭執 我說沒有錯 沒有這樣沒有問題 各位回到剛剛那個問題說 國籍的問題 我剛才覺得很有趣是說 你們最大政野黨在質疑 蕭美琴 台灣副隊長的國籍 到底對不對 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會非常的專注於 到底有沒有中華民國台灣的國籍 因為我們相信 如果你要當台灣隊長 當台灣副隊長 看這張圖 你要當台灣的隊長副隊長 最基本是你要有台灣國籍 因為如果沒有台灣國籍 就怕說 你會不會不是站在台灣的利益 你會不會背棄台灣利益 我退一萬步講 沒有錯 現在最大政野黨 有兩個政府候選人 你們都毫無疑問的 絕對具有中華民國台灣籍 法定的 程序上的 可是要講的是說 你們所做的事情 什麼九二共識啊 什麼引進中國大批的學生來就學就業啊 我怎麼覺得你好像是中國籍 我怎麼覺得你已經放棄台灣籍 這就是事情妙誤的地方 再看這張圖 這邊寫什麼 有路 我們沿路唱歌 沒有路呢 我們撩架貴娘 什麼意思 我跟大家講 在蔡英文當總統前的那段時間 有一個馬先生 他治理台灣八年 對 那個時候就讓台灣退無可退 沒有路了 為什麼 他說的633 請問實現了嗎 全數跳票 他那時候台灣半導體 有像現在的護國神山嗎 沒有 第一任 很慘 四大產業 甚至幾乎要破產 他那時候把我們的中小企業 把我們基層勞工逼到死角 往死裡打 那個時候他推服帽貨貌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才被一個新的團隊 把他拉下來 人民力量拉下來 現在他竟然說要下架這個團隊 我們要講的是 你用什麼能力 用什麼資格下架這個團隊 我下面寫了很多很多 這代表什麼 在我們台灣國家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職業 他們努力在奮鬥 這裡寫一個醫療 醫療的從業人員五十一萬 我們剛剛從疫情走過來 我們把這個國家的人民健康救好 現在你要讓我們退無可退 從有路變成再度沒有路 這是什麼道理 所以我認為再過三十九天 我們就要選舉了 我們讓做對的事情 繼續把它展現出來 我們再看看趙紹康 他現在有一些爭議也出來了 接趙紹康用一億買五十七億的中廣 民進黨批說國產變失產 難怪能叫年輕人理財 怎麼教年輕人理財是這樣子的 中廣是國民黨不當取得的戶水組織 所以這是國民黨的不當財產 趙紹康兩千零六年 用一億換得五十七億 中廣經營權的時候 中廣都還是被國民黨侵占的國家資產 當時趙以不相當對價關係 取得中廣作為他的失產 顯然是國產變失產 所以大家在問啊 質疑趙紹康空手套中廣 王毅川說趙爺爺 教教大家怎麼寧願抓下五十七億 王毅川說 當時北檢鑑定中廣資產總值超過五十七億 結果國民黨中投公司用十億 就決定賣給趙紹康 趙紹康跟銀行貸款 等於他根本沒有出錢 因為他人家貸款貸款 用貸款的錢就給國民黨 可是他現在卻掌握了中廣五十億的資產 相當的荒謬 這是第一個 另外呢 上個月底前立委邱毅 還有這個媒體人毛家慶 與YT節目中 以有牌照的賊頭 形容侯友宜 以當年從政收歸費 因喬世致富 以及用空手套白狼 買空賣空 話術套術等於形容趙紹康買中廣有貓咪 這個時候是他們講的話 他們這樣講的時候當然趙紹康他們都跳起來了 侯友宜也跳起來了 所以侯辦發言人呂家凱 今天跟律師簡榮中葉慶元 以涉犯刑法及政務總統選舉罷免法 散佈不實言論意圖使人不當選 代表侯兆對邱毅毛家慶節目的負責人 以及編輯等等提告 所以現在提告邱毅比特王毛家慶違反選罷法 侯營說惡意毀謹侯康佩 惡意毀謹侯康佩 所以告了這個也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在選舉裡面的一個 算起來對侯康裡面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怎麼來看名譽 包括買中廣的事情 中廣他到現在沒有辭這個董事長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要繼續追究下去 因為NCC已經發函 就是你在這選戰過程當中 你自己是媒體的董事長 你要怎麼樣子讓這個 讓這家媒體可以維持公平公正公開 這個公正的原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剛剛勇哥所說的空手套白狼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不是我們自己講的 這個是趙少康自己 他曾經在二零一七年 他自己也自爆 他說他去經手中廣的時候 才發現說 哇 這件公司怎麼這麼好賺 每一年至少還有兩億的這個股利 年賺兩億的股利 他覺得怎麼會這麼好賺 那事實上 用一億去買 然後每年可以賺兩億 他當時應該是支付兩億的簽約金 但是他只付一億 但另外一億是貸款 對那你剛剛講沒錯 他說他還有這個 每年還可以領兩億的股利 所以他自己經手之後 他也知道說 哇 他怎麼那麼好賺 因為等於說這家公司是後來被去建價 就是說被鑑定價格 是五十七億 後來人家這個有去建 為什麼五十七億國民黨用十億賣給他 而且不要忘記 我如果印象沒記錯的話 當時還有高玉仁 高玉仁也有出價 而且高玉仁出的價格比趙少康還高 那為什麼不賣給高玉仁 這就是一個歷史之謎 就馬英九 你當時為什麼要去賤賣這個黨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